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确实刚才我们反复的向苏维士先生进行求证 在我们很多华人资讯来 以为现在联邦政府说了 我们可以敞开随便的去做测试 其实不是这样的 资讯这个东西资源还是有限 还是紧着那些有症状 有表现 或者说有接触齿的病人和朋友们 让他们先去做新冠病毒的检测 而且检测并不是当时就给你一个结果 恐怕还要等几天 而且这个样品不是马上在医生的诊所 和医生所在的医院就能做的 而且还送到FDA Proof 它所认可的化验中心去进行检测 但是这一点不用担心 转测的结果即便已经是FDA同意的 那说明它有条件 有能力来进行检测 需要跟大家插一句话 美国的新冠病毒的检测 阳性和阴性与否在检测方法上 跟中国大陆跟世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 但是美国的专家说了 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定比别人准确或比别人好 但是肯定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除此之外 孙先生 这一段时间很多华人朋友在家里被隔离 在家里没有出门 但是吃饭总是要吃的 餐馆都关门了 我有时候也去 drive by 就开车可以买了就走 这种事还有 但是可是人们也还要生活 就发现我下午要去一些超级市场 货物货架上就会空了 甚至有时候排队人群比较多 有人说物资短缺了 也有人说不用担心 我们美国是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 特别是我们加州 又是一个美国最大的农业州 我们不会存在物资短缺的问题 到底真实的资讯是什么 位置是这样 我在货架上 准备是个没 hosting случае 没收到的 不在手指是这样 美国百分之百分之9 因为千花 Pin 七百分之九 都是由美国国内分 Ok 美国对这个生产手指的厂家 大约有150家 这个手指的供应在美国本土 这个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个说的供应不好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这个我曾了解到 比如Costco 这个手指的供应上是多少呢 是两周 它正常销量的两周 这个他觉得也是 也是正常销量 但是由于建了抢购的生产 这两周的储备上 可能在一两天就被抢购了 在美国利息的方向 有一些工厂 可能比休息好 运势也好等等呢 这些缓解 这家定单又有些缓解 那么最近这两周呢 实际上在Target的沃玛 这个Costco 这个叫San Club 对啊 那在很早的时间呢 是自己的手指呢 但是你早去请他买到 晚去呢就没有了 所以我讲的手指问题呢 会因为这个手指呢 这个报的购买者呢 其他主义的 华人呢是买米买面 对啊 这个 这个 其他主义呢 可能抢货手指 哈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个特别 在富贵 在这个物质的 是扩展一些 但不会短缺 嗯 那拿洗手液来讲 现在 在美国有一个家 啤酒厂呢 改成生产系统业了 对 我看有些汽车厂 都改成生产口罩的了 对 对 特斯拉 哈哈哈哈 对对 因为它这种 美国这种的 这种这个动力能力呢 非常强的 没错 对 对 所以呢 我们对美国这种国家 如果出现转缺呢 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不可思议 对啊 真的是不可思议 但是现在呢 孙先生 现在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 应该说我们这个华人 关心自己的 这个所在国的时候 这个关心的热情 确实很高 在前一段时间 1月份 2月份 我们南加州 起码在南加州地区吧 我们所能看到的 大部分华人附近的超级市场 口罩都没有了 而且呢 美国的很多口罩 比如像3M公司 它很多口罩都是从国外 包括中国 包括亚洲一些国家 向美国这个进口来的 现在我听说呢 看到昨天的这个美国NBC的news 晚间新闻 他就说 他说现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医生就直接跟记者讲 他说我们现在医生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口罩 可能戴一下 我们就给他换一个了 他说现在不行 我们现在口罩不能马上扔 就得换 就得多戴的 也不是说没有 他就说 不像以前 以前像医生护士 可能戴个口罩 可能一个病人 做完一定的治疗护理以后 他就换一个了 现在不行 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更不要说民众 现在你到一些 刚才您说到的Costco SAM 甚至一些大一点的商场 都买不到口罩 就您所了解 也有人说 现在的口罩状况改善了 特别是我特别看到 很高兴地看到 我们洛杉矶的华人的一些团体 在向美国的社会 在捐助一些口罩 到底是个口罩 是个什么状况 所以美国一边 现在目前最缺 不仅是一种缺 交访队 这些强烟 从来 对这些 对这些 对 因为 实际上美国的口罩 大部分 总是从中国就 对啊 那这个3M2 就在中国设斩 中国前一段 由于中国的疫情 那么那工厂 所以影响口罩的生产 中国现在疫情 可以讲 算是基本消除了 工厂 生产 那么这个口罩的生产 当然还是要向美国进口 还要进口到美国了 嗯 中长在昨天玩的一个系 说了两个系 说它呢 这个要这个 要攻击的 那么其中呢 当时呢 是要 要包机 加州呢 送这个 防护的设备 对对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跟美国的国道 出样的有限 是 跟美国的 与美国 来 以后呢 今天來看一倒下以後 原來對這個疫情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 南加社區的華人組織起來 向醫院訴苦者非常提倡 那麼我也希望醫療宣傳和個人 成立的 那麼可以向醫療宣傳協定 確實 因為我們前一段 現在也很有意思的現象 我一位朋友也講 他說我原來我們是往 1月份2月份是往中國運口罩 現在中國疫情緩解了 現在中國反過來問這些捐贈者 說你們需要口罩 我們現在向你們來反銷口罩 或者送給你們口罩 所以其實大家在一個疫情面前 這裡沒有地獄 也沒有意識形態 更沒有種族 在這個新冠病毒漫天 大家應該團結一致 特別是在資源的分配上 在當中國最需要的時候 大家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今天當中國的情況緩和了 我也看到中國政府 和中國的很多地方政府 在向世界其他的國家 在援助的抗擊疫情物資裡面 口罩和防護服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大部分 也是這些國家最需要的部分 相信我們美國現在 剛才孫先生也特別講了 美國現在 因為我們美國的生產能力 政府動員能力還是很厲害的 大家不要忘了 在二戰時候 戰時的時候 美國的一些廠 馬上就可以改變生產一些政府 所採購的物資 像Cressler現在已經開始生產口罩了 所以這個短缺情況很快就會得到改善 希望大家也不要恐慌 時間關係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以後最後一個問題 安全問題 我們也聽一聽孫先生怎麼說 到底有那麼嚴重嗎 真的美國會出現92年那種Rocky King 那種事件所造成的後果嗎 真有人趁火打劫嗎 到底是我們資訊的混亂呢 還是說真的應該提高警惕 我們先休息一下